往事月千年 回首不茫然 通史记事 用声音记录那些 一彩分成的历史片段 夏起灭了有护士以后 为了进一步巩固其统治地位 便效仿其父夏宇当年屠山大会的办法 下令各地的诸侯方伯前来军台相会 各地诸侯方伯一方面是感动宇的功德 一心拥护夏王朝 另一方面有护士的下场也是前车之鉴 不赶不来 于是都沿袭屠山大会之力 根据各地所产出的土特产 备办了朝贡礼物 先后到军台来朝见 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军台之响 夏起为了要显示天子的威仪和夏王朝的富有 一改与生前节俭朴实的作风 除了一般的会见礼之外 还特赦了祥礼 祥礼就是在接受诸侯方伯们的 朝见和进献的礼物时举行祭祀 然后设酒时大宴群臣 吃山珍海味喝香甜美酒 相传 与时有一个小臣子叫迪 用米造出了一种醇香干美的酒 尽献给予 予喝了之后 虽然觉得香甜可口 但又感觉四肢无力 昏昏欲睡 于是便告诫群臣说 酒不能喝 否则一定会有喝酒勿势而亡国的伯君 尽管雨在当年已经下了禁酒令 但是酒既然可以助兴 又能显示出粮食的充足 所以岂还是以酒来款待诸侯 在夏朝初期 青铜仍是一种贵重金属 用作器物使用还很少 夏起为了显示天子的富有和豪华 用了青铜顶 宜尊等器物来盛放肉和酒 还用了大量的精美陶 竹 木器 有这样丰盛的酒食和琳琅满目的精美食器 使得不少诸侯方博大开眼界 而且在饮宴的过程中 还有乐舞助兴 夏起十分喜欢乐舞 他的姓臣们都知道后 便在民间仿得了一些新银的歌舞 编程之后便取名为 酒变 酒歌和酒招 说是从天上神仙那里学来的 于是在军台大会诸侯时 其特意演奏了这些乐舞 在以起为首的夏王朝 统治者们朝贺饮宴歌舞升平的后面 大多数的平民奴隶们 却过着牛马不如的悲惨生活 尽管与领导人民平治水土 使人们得以安居 但随着阶级社会的发展 阶段压迫和剥削也日益加重 虽然在记载的传说中缺乏这方面的具体资料 但有关夏文化的考古资料 却给我们提供了物证 目前关于夏文化遗址 考古和历史的研究工作 虽然还有分歧 但从已经发学过的遗址看来 有的文化遗址从年代上是相当于夏王朝建立之后的时期 比如河南艳师的二里头文化遗址 根据测定 其时代是在公元前1900年至公元前1500年之间 山西夏建的东夏冯遗址的时代比二里头遗址稍晚一点 是在公元前1800年至公元前1400年之间 而山西香坟陶寺遗址的时代早期比二里头遗址还要早 约在公元前2400年左右 晚期也是在公元前1800年左右 虽然测定的年代也有几十年甚至100年的误差 但根据历史文献记载 夏王朝的历史时期是公元前21世纪至16世纪之间 时间上基本上是相同的 在二里头遗址当中发现了有特殊葬式的墓葬 比如在一个墓穴当中 有一具人架骨 两手紧贴胯骨 左右两个上肢已经脱位 还有一个墓穴当中的人体骨架是腐身 两手举过头顶 手腕成交叉状 下肢则是伸开的 另有一个墓穴当中有四具人骨架 一具骨架仅有身躯 一具只有头骨 一具仅有半个头骨和身躯骨 看来像是被活埋或者被杀死之后埋葬的 这应该是一种乱葬坑 在陶寺遗址中发现了600多座小型的墓葬 在目前发现该遗址墓葬的80% 这些小型墓葬的墓穴狭小没有棺木大多都没有随葬品 有的只有一两件小型的骨质物品 偶尔会有桃盆或者桃罐一件 墓葬可以充分反映各个历史时期的埋葬制度和习俗 这也是死者生前社会地位的反应 在进入阶级社会以后 社会财富被少数富有者所剧烈 而大多数劳动者则变成为贫民或者是沦为奴隶 他们生前要负担着繁重的劳动 为创造社会财富而常年累月的从事各种劳动生产 死后却连一件随葬品也没有 大批的奴隶人身是得不到自由的 他们随时都有被杀殉或者活埋的可能 甚至连一个人一个墓穴也办不到 而是埋葬在乱葬坑内 这比起在同一遗址当中有墓棺 有十几件甚至几十件随葬品的大墓穴来说 表明了下朝的贫富悬殊已经极为明显 阶级分化更加严重 奴隶制的社会已经大体形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